看到这个武器的部分 我们要先来看到在这个央视 最近有这个淬火 这个纪录片全网公开 那首先来看到当中有揭露了是 迦勒万河谷的冲突细节 这是解放军战士夜间在河谷上的激战画面 再透过解说来还原当时的一个氛围 这个解放军的陆军谋侣张灿灿 就是说当时接到的命令就是 连夜装车装载凌晨5点出发 另一位曹达公说可能要三天时间 但是一天就达到就赶到了站位 从海拔1000公尺左右 直接登上了海拔5300公尺的高原 除此之外在这个淬火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来看到在下一个部分 也就是在福建建的部分 央视的纪录片其实总共有6集 除了刚刚看到加勒万河谷的冲突之外 导播来给我们看到 在下一张包含的是福建舰的舱内的画面 电磁弹射器的特写 还有新型的舰载机在辽宁舰放飞 中外航母对峙的画面 接到零夜间加油 好这个飞行员还说 忘不了看到宝岛的情景 那也曝光了福建舰无约束滑跑起飞线 在这个部分还有空警600 也能登上辽宁舰以及山东舰 福建舰航空长说最关键 就从环耀道弹射无缝转接 将军 这些所有的节目跟这个演习的名称 都在迎合习近平的一句建军要求 要发展能打的武器 能训练出能打的部队 能招之即来 来之即战 这是习近平对军委会下的指令 今天你看了这么多 什么翠火的六级 这个中印边界一天就到达5000公尺的高山 这个不是就是完全在呼应习近平的指导 那翠火演习是一个很完整的兵力的一个展示 他把055大驱放在山东舰的最前面 换句话说 他的导弹可以cover前方 及上百个目标 跟几百公里的射程 那还有天上的预警机 左右两边还有这个052 054的飞弹驱逐舰 提供防空火网 后面还有 水下还有潜舰 换句话说 这一个是标标准准的航母战斗团的一个编组的演习 那为什么叫脆火呢 你看那个铁匠要打造一个兵器 烧得红红的 打成形状以后 又放到冷的油里面 让它瞬间冒出很多烟来 这个时候的钢铁就碳化变成纯钢 硬度会增加 这个刀就形成了可以杀人的工具 脆火的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练成功了 所以这个演习的含义就是说 解放军的海军已经可以编成一个完完整整 跟你美国一样的航母战斗团 它有完整的战力 天上的防空的攻击的水下的 前面的后面的 一个航母它至少前后左右 都要cover200海里的这个控制空间 就这里面出现任何目标 我都可以打 飞机可以出去 飞弹可以打得到 这个护航舰都可以返潜 它是一个完整的package 所以这个问题我讲 你把所有的前前后后东西 通通串联起来 就是呼应习近平讲的 我要打什么样的仗 我就有什么样的武器 有什么样的武器 你给我训练到位 能够招之即来 来之即战 脆火的就是 能招之即来 能之即战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把这个 所有演习跟他的名称 通通把它放在一起 思考了 就是表达这么一个意思 那也是告诉美国 告诉台湾 我的实力可以这样做 已经到现在 已经到 已经就是说 我要武统 我就有这个实力 至于统不统 政治考量 但是我的军力 我的军力是可以的 你美国要干预 你来 你试试看 我觉得还有一个 很大的区别 就是士气跟纪律 那士气跟纪律 毕竟保家卫土 是解放军他们的 非常高的爱国跟民族情怀 那他们也都把 每一个解放军 当作英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展现的是 那个解放军 非常高的士气 向心力 然后非常高度的纪律 但相较于美军 是不一样的 你看美军的纪律问题 本来就已经 快要变成一个笑话了 到处惹是生非 问题一大堆 那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 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我今天离开美国这么远 那我到底打这一仗 好吧 我帮弱小的国家 主持正义也就算了 可是是这样吗 很多美军都质疑 自己出了这个任务 我到底是在帮谁打仗呢 我帮 我值不值得帮呢 这些人该不该被打呢 会自我怀疑 怀疑的非常严重 所以这样的士气 这样的纪律 怎么打仗呢 你美军都自己怀疑人生了 这也是为什么 所有美国的领导人 都不敢讲说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 美军会来 你问问看这些将士们 谁愿意来躺这个浑水 打的是什么仗啊 我们真的站在正义的一边吗 所以啊 那我打了这个仗 我真的对保卫 我在美国的家人 真的是好的吗 你想想看一个越战的伤痕 都没有办法抚平 接下来多少次的仗 而且有些仗 根本是美国人 才是那个制造战争的恶魔 不该打的你乱打 那你在打的时候 你打得别人家破人亡 你自己美军的这些 有良心的 你看看最近那个以色列 在打巴勒斯坦 有多少前美军出来 甚至于在白宫前面制焚的 他也是前美军啊 你想想看他心中有多么庞大的悲愤 他没有办法 他用制焚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他根本觉得 他自己不该打这个仗啊 那这个恐怕是美军跟解放军 最大最大的区别吧 是 说到这个美军的部分 当然就要来关注在中非了 我们可以看到9月14号 飞方的海警船9701船 撤离仙兵礁 那在这边滞留已经五个月时间 撤离前断粮两天啊 所以多名的船员是打点滴 躺在单架上下船 飞卫表示到在南海部署舰艇 已经来到207艘 9月10号呢 中美战区有通话 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 跟美军印太司令 是视讯通话的 马德雷沙号坐摊仁爱礁 将近25年 现在飞国防长表示说 如果大陆对坐摊仁爱礁 马德雷沙号发动进攻 就是战争行为 大陆的媒体表示 马德雷沙号也应该要滚蛋了 飞国驻美大使计划9月中呢 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 至少20国家峰会 在中非南海问题 寻求讲道理的方法 飞国总统小马可氏 将会缺席联大会议 因为国内有紧急的事物要处理 行程发生冲突 所以由外长代为出席 大陆美分析了 可能深知哦 这个飞方证据根本不足 那支持飞方国家十分的有限 美方最近也积极地寻求 跟中方在军事领域的沟通 请教将军 对 因为美国开始跟 南方军区司令 能够达成互通 跟这个先兵交撤退 也可以有点相互的关联 因为菲律宾凭凭什么仗的这个 就是仗的这个美飞协定嘛 防务协定跟中国叫板嘛 我的船赖在那里 你能怎样 那现在美国已经跟 中国大陆的军区司令通过话了 而且美国并没有表达出资源 你菲律宾产生这个行动 护航运补护航都没有嘛 而且美国在南太平洋 跟太平洋里面的航空母舰 都不见了嘛 那菲律宾马可思 当然觉得就要心虚了 你拿这个美飞的防御条件 去试试看中国的反应吗 其实中国已经很 很成功地运用灰色手段 就是断粮断水 把你困在那里 没有用军事军舰去把你脱离 或者把你集成 那美国已经可以 跟达成谅解了嘛 对不对 那菲律宾马可思这个时候 以前碰瓷说你撞我的 那些证据又不足 而且最严重的是什么 中南半岛所有这些 安西亚的这个国家 没有一个支持他 马来西亚也讲 你没有事闹事嘛 那支持菲律宾的 只有什么人呢 加拿大啦 无关紧要的这些国家 在那里烧火嘛 连美国真的能够支持你的 美国都没有采取行动 而且还跟中国大陆军方建立了热线 那热线里面有没有谈你的事 当然有谈嘛 对不对 那现在就知道 我没有办法了 我船上这些人 五十多天没吃没喝了 实在玩不下去了 要走了 所以以前我都讲 菲律宾给他一点硬的手段 才有办法 他就是耍无赖嘛 碰瓷嘛 那这次总算是收获了 就是困你那么多天 生病的生病 没水喝了没水喝了 你才走嘛 但是你能不能保证 菲律宾下次又搞些 南海很多岸桥了 很多岛桥了 随便往哪个破船上一靠 又是一个马德雷号 所以我敢 我敢讲 这个事情完了以后 中国大陆可能就要处理马德雷号 要不然不会把那么大的拖船放在那边 还有一个照导吹沙的船在那边 对不对 这个东西不晓得下一步行动 要不然你不会派这个船去 所以我觉得马德雷号 可能能够拖的时间也不长了 是 很快就会 对 你这次已经怂了嘛 是 鲜铭交这两船就已经怂了嘛 对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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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